顺风车拉个客人 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 还挣钱 有什么不好的呀 所以说啊 我就把你给我那个50块钱假币啊 我就放在车的那个钱挡风玻璃上了 这时候就是有一人来打车 整个好呢 目的地就在咱家门口 我就顺道的给他拉了 结果走半道 嘿 这个人太可恶了呗 说我车上有味 啊 非要到超市去买那个空气清新剂 我行的去吧 挑头我就到车上 超市买了空气清新剂 哈家伙在我车里 哈哈哈一出乱喷了 真把我呛的 我说走吧 刚走一半 他说还得回去 为什么呀 买湿巾纸 啊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呀 啊 我说走吧 买完了咱走吧 不行还得回去 干嘛呀 说还得买个手绢 我看他是有病啊 我看他是有病 好容易全买完了 走到咱家门口了 他下车 50块钱 我也挺好 挣50块钱 我说咱怎么家 微信支付吧 对啊 多方便 他说他没有微信 那怎么办 他给我100块钱 啊 我也没法找他呀 他顺手就把我车前面那50块钱假币 拿着就撩了 啊 那假钱人拿走了 你怎么追啊 我追什么追啊 我系着安全带呢 等我摘下安全带来 我再下来 他就没影了 哎呀 我说你钱是份 你老是干这些挨打没人拉着的事 没事 我跟你说啊 那小子 那小子长那个倒霉样 笑什么呀 哎呦 我想起这个人长那模样 我就没法不笑 哎呦 真是长得太瘦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瘦的人 哎就这么一溜 哎呦 老远一看跟蚂蚱惊似的 神闹 蚂蚱还能撑紧啊 真的啊 你也不是 那得长什么 妹夫回来了 哎 哎 哎 怎么说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就是我请假了 哦 那个我老舅要来 你老舅 啊 没听说你有个老舅啊 对啊 是这样的 我妈妈那边一个远旁亲戚 我叫老舅 我俩也好多年没见了 哦 哎 二妹啊 嗯 那个50块钱假币送银行了吗 哎哎 哎 50块钱假币你怎么知道的 二比六告诉我的 你嘴可真快 我说你 哎 你等会儿 那50块钱假币 你送银行了吗 哎 送是送不去了 让他给花了 给找上去了 你可真行 那假币不能花 那犯法呢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什么事都干呢你 我这这事不怨我 我老舅来了 快 快 你嘴可真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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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舅 来来来来来 快来来来来来 哎 不成名义啊 骂蚱精 骂蚱 什么骂蚱精啊 什么 我老舅 老舅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老舅 这是我二妹夫 哦 这是我二妹 哦 这是我老舅 哎呀老舅啊 啊 这咱俩可有好多年没见了 是啊 真想你 啊 等等 老鬼这 哦哦 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没办法 多少年就是这样的 不是 干嘛 啊 好 这回中了 行了啊 来个正式的 来 来老舅 哎呀 哎呀 哈哈 老舅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深情如愿 是啊 你好你好 等等 哎 照方抓药啊 哎呦 啊 我这个怎么比他那还大啊 我看着你就比他长得脏 啊 你这东西你你你都得来点狠的 哇 哎呀 这回行了吧 好 还差一道程序 不是 我跟你说人哪哪都好 都这个受脏啊 哦 你是直到啊 上边细菌多了去了 尤其是他这小黑状啊 一愿一看哪 那就是鸡状子成精啊 哈哈 重来 行了 正式的 哎呀老舅 你好你好 你好 你这是跟我浑身上下的消了个毒啊 这是 哎哎哎哎哎哎 我老舅他爱干净啊 接屁 哎哎哎哎哎 老舅啊 哎哎哎哎 你好好看看我我你是不是有点面熟啊 啊 你好好看 哈 我我见过这东西吗啊 啊 不是我我我我我我我见 不是老舅我不是东西啊 哦 嗨 不是我刚才开车把您拉过来的呀 刚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你再好好看看 哎呀 你这么一说我看出来了 这小眼睛一咔巴一咔巴的 哎呀我的天啊 我还真想起来了 就这小模样长得可爱呀 赖行成情都长不成你这样 哎呀哎呀 哎呀 快点好了 哎呀 你看 咱们这就算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对吧 缘分 别老站着聊啊 老舅请坐 请坐 等等 还得是老规矩啊 没办法 多少年养活的 哎呀我的天呀 哎呀 哎呀 要不你来 哎呀呀呀呀 哎呀 哎呀 没办法 就这规矩啊 哎呀哎呀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我要是在这家里边做家务 绝对不能这么那个 那个我就不说了 哎呀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哎 哎 别看 这在垫上 啊啊啊啊 这我就放心了 哪一样都用上了 你看看这三样东西全用上了吧 哎呀哎呀老舅 哎哎哎老舅 你把钱拿走来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的天啊 不是 你看你能不能把那五十块钱还给我啊 凭啥啊 不是找多了吗 那倒没有啊 我是想啊给您换一张 哎呦呦那我可不换呐 怎么我跟你说他那张签呐新呐 新的那就跟假的似的啊 哪我能换呢 这就是好 不是老舅啊 这个老舅啊 这样您喝点水啊 哎哎哎哎 二妹倒点水啊 对对对 你过来你过来 干干干嘛呀 你过来 老舅你坐啊 哎哎哎哎哎 干嘛呀 老舅你喝点水 不客气不客气 那个水我是不敢喝呀 你是不是把这五十块钱 假币换给我老舅了 你猜呢 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猜对了 你怎么什么人都坑啊你 不是我没坑的 是他抢走的 老舅啊老舅 有个事我跟您商量一下 您不是今天从他那拿了五十块钱吗 不他应该找给我的 是是是 他找您五十块钱吧 您把那五十块钱给我 我给您一张真的五十块钱 这我就明白 对 你刚才说啥 我 哦 啊 哦 我终于明白了 你小子给我那钱是假的呀 是对对对 哎呀你呀你呀你呀 你说说你这个小眼睛啊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我不是 要不人家就说呢 小眼睛大眼皮 经常往外花假币呀 哎呀 他说的恭喜你呀 不是说的我 别闹了我 你真是不好 记住咯 假币不能划呀 对对对 假币不能流通 那是要犯法的呀 对呀 怎么能随便划假币呢 对呀 我把它划了 啊 买的水果来了吗 啊 特小果 那个老舅啊 您在哪儿买的这水果啊 就你们小区刚一进来有一个水果摊我在哪儿买的呀 那行了那那我很熟 那个寿货员是个什么样的 对的长什么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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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怎么了这是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 你已经收货员我就想笑啊 怎么了 长什么样啊 因为他模样长得推可笑了啊啊啊啊啊啊 短腿大足摇 大圆脸还挺扁 这么说吧 知道的那是个人 不知道的都以为是一个 磨盘成经了呢 磨盘经啊 哎呀 谁呢 老公 老公 老公回来了没有啊 来没来呀 哎呀妈 磨盘经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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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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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媳妇儿 哎呀 哎呀外甥儿媳妇儿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长的 这长的 那 要杨柳细摇啊 哎呀 这小模样 就跟那个大莫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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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account 都是莫莫莫长得 有点肥了 不是啊 老舅啊 您说那个磨盘经是不是她 真的 真是 我知道啊 董 大姐 不是 你怎么到外面卖水果去了呢 不是 这不是水果摊上的老板生病了吗 让我帮着盯两天吗 咋的了 老公 那个情况是这样 你别问他了 我向你主动的坦白交代吧 对不起啊 外甥媳妇 他是这样的 我不是在你那儿买了一个水果篮吗 对啊 二十块钱处理的 别说处理的 关键是我给你的那张钱 那五十块钱是一张假币啊 要不我怎么给你赔礼道歉呢 但是我向天发誓啊 我值不到那钱是假的 我要是知道它是假的 我绝对不能花假的呀 你说我是那个人吗 大舅 你放心 这个事不赖你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赖就赖钱是分 就赖我呢 当然赖你了 你要是你明明知道 我还没干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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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行了 别吵了 出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把那钱找出去了 找给谁了 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啥 麻辣小龙虾 上你那买水果 成精了 你还吸幽济呢 你别跟着捣乱了 我说 媳妇 你这样 赶快去找那个麻辣小龙虾 把那五十块钱假币要回来 我也不知道这麻辣小龙虾是谁呀 拉倒吧 你不知道你管人家叫麻辣小龙虾 是啊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叫麻辣小龙虾呀 这麻辣小龙虾那个形体 特像麻辣小龙虾 就是麻辣小龙虾那个身材吧 就让我联想到麻辣小龙虾 老公 你能不能根据麻辣小龙虾那个特点 找着这个麻辣小龙虾 但是我敢确定 麻辣小龙虾的名字 肯定不叫麻辣小龙虾 你跟我这儿说道口令呢 知道了 我这小人 这这这 先别吵 先别吵 对不起 我接你电话 哎呗 哎呀 你在哪儿呢 我已经到着老半田了 你看看你 快着点啊 好 到大门口了 那主 我接你去啊 老 老舅啊 您有客人哪 也不是什么歪人 是我的小舅子 您 您的小舅子 你没见过 是我远方亲戚 跟我叫这个小舅子 好好好 他是这样 我呢 到城里来要看看你爸爸 他呢就要跟着我来 他为什么要跟着我来呢 因为我不是你爸爸的小舅子吗 他不是我的小舅子吗 他为了让我这个小舅子有面子 所以他要跟过来 要看看你爸爸 让你爸爸好知道 我这个小舅子 也有这么一个小舅子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明白了 今天是我们家啊 小舅子开会 这是老发姐夫 来了 来了 姐夫 看看看看啊 我现在正式给你们介绍 这位就是 马拉小龙虾 什么马拉小龙虾 什么马拉小龙虾 太像了这呀 熟的熟的 他可是我小舅子 你们也应该跟他叫小舅舅 马小舅舅 什么马小啊 就是舅舅 别看你这个小舅长得瘦 这肚子里边有内秀啊 人家是搞收藏研究的 第一次来 不好意思 带点水果 带点水果 你看看 麻辣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大拨盘 这水果不是你卖我的吗 对对对 就是在我那买的 我不是找给你五十块钱吗 对呀 钱在我这呢 对呀 你不觉得那个钱有什么奇特啥的 咋的 找多了 哎呀 不是没找多 你不觉得那钱有啥 不对劲 对有什么毛病 对不对劲 我咋没发现的 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搞收藏那眼睛 尖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呀 那啥 小舅舅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把那钱还给我 还给你啊 小的美 没事 我跟他说 小舅舅 是这么个情况 我跟您汇报一下 是这样的 那个 我二妹妹啊 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 收了一个五十块钱假币 她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呢 交给了我的二妹夫 让她把这五十块钱假币呢 送到银行去 这个时候呢 我大舅打车 就抢走了这五十块钱假币 接着呢 我的大舅舅 带着五十块钱假币 就来到我老婆的水果台买水果 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 交给了我的老婆 接着你 我的小舅舅 又来我老婆的水果台买水果 我老婆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 交给了你 我的小舅舅 所以你的假币 是一张真正的假币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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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你瞅你乌哪儿喊 要坑吃别肚的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我都明白了 我都哑出来了 对呀 我告诉你 那不是假币 那是一张错板币 错板币 说白了 就是钞票印错了 纯饰量特别少 但是极具周藏价值 今天我在马路边生活 太阳这么一看 老值钱了 哎呦 哎小舅舅 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 我现在找人鉴定去 哎 小舅舅 你别走啊 你走着去多累啊 这样我开车送你去 好了 你尴尬好去 我想办法把那张钱给他卖了 去吧 他说干嘛 什么玩意儿去 他想把那张钱给卖了 他准备把那张钱给卖了 卖了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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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瞎瞎瞎啥呀 那玩意儿有价无事 你还不如给银行能换一张真的50的 哈哈 哈哈